我们从大自然取得资源,得以新生、茁壮,以关怀作为回报,让这股新生的力量接续下去而再生,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中看见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新故乡动言令,今天跟我们聊天是赖清松先生。 然后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谈到他后来就从日本回来了,就跟朋友做一个联系,他用五甲地,然后每个月付他薪水,然后用五甲地去种有机的稻米, 然后到这收成之后就给他们这些人,这样的东西就叫股东俱乐部,这个股是股子的股,不是股东。 然后这个过程进行了顺利吗? 其实也有很多波折,因为刚开始夏天我根本,老实讲我没有经验。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当初一分地可以做,五甲地没可能,你要请帮忙吧? 我觉得这就是机械法,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堂都有机械可以代行。 对,所以你如果是帮他去,或是有请一天,人到三天? 我自己在管理啦,如果机械的部分,因为我都没买,因为机械要做的。 对,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拜託,那时候包的。 对,但是若产队一些人工做不去的时候,我的机械又要请工了。 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去,我们自己做,因为我们就没本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做不去的部分,请工还是请机械,用管理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何年?千年? 今年保产算第九年了。 所以这个过程,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有好几次不想做的。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些东西算是边做边学,尝试错误。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管理这个产品。 我是管理这个五角堂才知道五角堂有多大。 五角堂有多大? 五角堂有多大? 像孙台最厉害两个小时。 但是这是一个基本开销,我经常管这么大。 然后做了第一年,红胎头有多大。 第二年,刚才有海棠台风,就是中堂。 在我都出家。 就是已经结束的时候,刚才红胎,所以说打到最大? 都中堂了,出家了。 像AB就跌到丁里面中不下来,都发水手。 这高冬也是没有怨言,这只能说好。 你拿回去也是要吃的,没办法。 但是,其实七上八下,这个东西做得很容易。 我们其实也会很,怎么讲。 做得下来做得下来,因为你的制度已经形成了。 所以做得下来做得下来,就是说你会觉得我对得起股东吗? 或是说,我拿这些钱,我后来有没有实际的,足够的量给人家。 对对对对。 这个是自己的责任感到那种。 还有产销平衡嘛。 这是一个问题嘛。 一年一年在操作。 当然到现在来说,其实我已经大概有一个概念了。 风险值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粗粗那两三年,真的真的会到。 就是每天好像浸透海浪。 那些风太,那些风流,那些这些,那些那些。 那些美好不来,那些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也是,这些高冬来参加,参观。 那些风濡走,陆至是这样. 才开始他们也非常幸福嘛。 对对对,你都不要经验吧。 因为其实我在说,我说这个,我有一时不要跟他们建议。 日本有一个东西,其实他们跟这个东西很同样。 因为当时我看到一个小小报导, 那个很有趣的,就是说, 他们做苹果嘛, 那那个山顶买流很差, 车很难走的。 所以老婆在經營就很難看 一個廣告公司的人就是 憂鬱症走在那裡去 他看一看覺得他有一個方法 他就是叫人認養 對社群民眾叫人認養 所有的蘋果樹 他總說他的蘋果樹是一百幾棟 那就是說你同學也可以認養 或是說工期是在公司的 或是初戀的 我認養 我一年一樣跟你一樣 我補充多少錢 所以他那個在那裡都養病 所以沒問題就在那裡 就說你們的蘋果開發了 你們的什麼東西 所以農夫也很高興 就是我每一粒錢已經先有了 所以他用感情銷售 做到什麼程度 他每張照片頭前放一個monitor 小的 要設一個網站 所以你同學也好 你甚至你沖繩 你如果訂那個蘋果的 你隨時可以去看蘋果在陽光下 在哪裡 他可以跳脫組合 就是我私下犯罪 其實這個方式 我都為什麼說 要把這個人講清楚 是說有機拆培到最後走這個方向 說不定是一個非常好的 就算療癒系犯罪 療癒系犯罪 但是你要規模化的話 真的你說 你稻田必須要幾個 它的整個成本什麼都在划下來 對 對 所以做到現在為止 你是覺得到現在為止 有擴充嗎 沒有 還是這樣的一個面積 我以前年五到三 我做到九年五到六 總共最少做到四到六 但是你的整個工作方式 整個觀眾觀察這個經營的模式 對當地的地區有影響嗎 有人用這個類似 會說 我想去了解這樣的一個工作模式 有 多少都有人會了解 最後也有幾組 多少這樣做 但是 如果一百個來看 九十五個會說這個不會做的 因為你剛才說 它還是從量的上面去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覺得 因為 我本來做到這樣 我感覺我從事 基本上不是一級產業 人家說農林漁木一級產業 其實我現在這樣做 股東劇樂部不是一級產業 它叫做六級產業 這是本來發明的 因為你一級生產 二級加工到三級服務業 應對接電話 要換所在 人家要來辦活動 要客製化 要做什麼伴手禮 你所有人都會一直在應付 所以你變成這個 一加二加三點一六 對我知道 我們是靠這樣才擲到 他們民演人 內行人 老農一看就知道說 你知道這樣 兩包米要打電話來換 時間要再調整 兩禮拜後說要再進行 這樣我就收了 我一次都全跳跳 讓農會我比較沸騎 對他們的世界來說 這是最簡單 所以這是台灣農會 和他會可以生存的原因 沒錯 你這樣說 他們沒有經營概念也好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很大的 這個問題是 症絕電 都可以自己站不下來 你怎麼做不成功 你做到現在的美容 你今年出現9年了 你用自己的評斷說 你這樣下去 這個東西 會不會像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猶豫 真空 那東西還在裡頭 你說我自己 整個經營模式 心態上其實已經有一點餘育了 基本上心肝也比較嚇到 因為大致上當然天有不色風雲 這東西我們是很難說的 我最好和最壞的也差不多要30% 就是豐收跟欠收 但是到米作為一個主食來說 它基本上還是最穩的農產品 如果在我都不收 我看其他的東西可能有很多 對 所以我想 以這樣的一個經營模式來講 我是覺得 如果有機會我會繼續做 但是問題是這樣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耕種概念和換塑概念 我是在旁觀講這樣聽 如果這個東西可以影響到吉他農民 也是採取這樣的方式 或者是應用你這個模式 把整個耕種面積更擴大 有可能嗎 有可能 其實我之前也想過這種方案 因為我個人經營的面積是有限 但是一旦我們要擴大經營的規模 比如說是一個聯盟 大家擴大經營的規模 譬如說雲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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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我們想過一個口號 其實我們只要在這裡好好種水中 顧水產 其實就是在補水圓 因為我這個地方用過水的人還可以用 我都沒有用過水 所以我水圓頭如果這棟可以做柚子 我後棟就可以做柚子 這就是水圓頭做這個意思 問題是關鍵又要回到人身上 今天我們是靠人用這種水圓頭 來保障我們的誠實度 今天我們要去柚子做的時候 我們要去補柚子的誠實 這個就要選人 選人有時候不是開學校去保養學生很簡單 有時候是單人 這就真好 變成就是說 本來的想法都已經固定的農人 你要去改變已經比較困難 但是有可能期待 新的一代的榮福出現 對 漸漸這兩三年已經出現了 這我已經看到了 而且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這是我現在 所以你的意思是 對柚子像你一樣 跟你一樣 對柚子當你都出現的人 這幾年是有增加嗎 對 現在是說 對宜蘭出現 整個小孩出現之後 沒有關係 又回來了 因為現在也很難練 對 所以如果有這關 年輕人在我生活出現 其實基本上我都會在觀察 一年到兩年 我現在做農 之後比較有耐心 如果他真的是一心要務農 不是一個好像逃避的一個理由的話 他們一般都有問題 因為他在餐廳是親吻人 親吻人 做不餐廳 找不出 沒辦法在這邊 也沒有人脈資源 我如果說這真是可以 我就退去處理 所以你只要這樣說 它不然是豬 你可能蔬菜也可以 有 果樹也可以 因為 我以後我覺得一點很趣 做農雖然說一言以蔽之 做農就做農 做是做是這樣 所以上 有時候你如果做什麼生什麼 你種水稻就有人說你的個性像道子 像這樣道子 但是你看起來不像 你不像農夫啊 有啦 我電腦比較像 沒有啦 王爺 你一看王爺像流氏 頭髮裂的 生中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吃粥又會生 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要選擇做農農 選擇做物的屏幕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他如果跟個性契合 就會很好做 你如果說像做水稻 其實比較自由啦 因為你 我講是這樣講 你可以離開田邊 三天到一個禮拜 不要在關鍵時期 其實他死不了 你就是比較坑這樣而已 但是你若是 正素材 正規矩 關鍵時刻你可能 跑不了兩天 是一天 如果你是蔬菜 又種往事的 我會麻煩 你可能只能夠離開半天 你若養魚又養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一天就不跑了 對 穿過的最會氣 所以基本上你從事什麼樣的作物別 從事什麼樣的農業 基本上就跟你的個性是聯繫的 對 不過你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是城市已經經歷過的人 回去農村再做 那個 留下來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要怎樣 你如果都自小很多農村 讓你做那些農村 看電視都看道學生 大家都要處理 大家都要處理 對 你就要外面已經練過了 好嗎 所有的滄桑滿 整成屋都穿滄桑 或是說我每天開門就看公寓 我去看一看的地方 我家裡 我餐廳還有茶的時候 我回去了 我運下去 但是這個問題是 那個收入必須要讓他可以維持生活 是沒有問題的 最起碼也要有七成 我的感覺是這樣 這兩年兩三年來 至少在我的身邊 我這取樣是很有限 快速的增加 所以 其實剛剛講的很重要 他說 有機農業這個東西 不是我製造的人 要有機這個概念 去提供這個而已 你消費者整個的態度 我想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然後 這個東西我比較有意思 就是說 剛才剛才說到更重 就是生產 現在是銷售 然後你有成立一個大宅業友善市集 是 是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很有趣 但是對我來說 我是騎的旁觀者 在看這些資料 像我說這對現代農村都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牽著到 剛才你說 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 那種是要雙邊都要長大的 雙邊都要成長一個東西 這個大宅業友善市集是怎麼來 剛開始是怎麼來 其實大宅業友善市集 一開始 真正的發起人應該是我的一個朋友 也是偏偏我們在宜蘭在製造一個 10個小孩 宜蘭人 然後他是種果樹 在離山山上 做自然農業那種的就對了 做到沒有人去說你放棄了 我知道了 我現在就炒了給他發 對 不然他都要 都用辣椒水 是 結果他就 那時候 下山腳也有做一副餐 我就熟了 後來就說 奇怪我們生苦兵都傳傳一些 如果我跟他來說 基本上是都做出一個 基本的生計的可能性 但是生苦兵很多少年 或是新做的 其實大家都很困難 生產大家可以慢慢努力 嘗試錯誤 銷售真的有其他的困難 對 我跟另外這位李小姐 人家叫阿寶 會被看見 很簡單 因為他是東武中文系畢業的 我是去唸書的 所以我們兩個都會走 我們都會寫 都會寫 對 我們的聲音會比其他農夫傳的遠一點 OK 你有點到網路 就是會善用這種工具 但是大多數的農民這一點是比較弱的 當然 所以 後來我跟他就討論了 沒有整個 我們沒辦法替人家做 整個白造光 把整個能見度拉高提升 然後我們一起 弄一個像市集這樣的東西 然後固定時間來去拜 方看到 我們可以代言 這樣也可以吸引媒體的注意力 但是一開始是 某種程度是為了小農的銷售著想 去成立這個大宅市集 差不多三年前吧 OK 我們休息一下 再下一段我們來談這個大宅市集 這個友善市集 這個蠻有意思的